妈妈抱抱是不是 春天也终于步入正轨 政府呢是加大力度 然后快速的想要全民普及疫苗 从三月份开始 然后现在的话大家几乎都是 很多人都注射过了 然后另外的话 他们也想要通过这个 然后快速恢复经济 大家好我是居进 我现在在市中心 这边就是市中心的 马上就是旅游的高峰来了 现在已经解封了 因为很多人已经打过疫苗了 大部分是打过第一季吧 还有第二季很多人还没打 这里就是他们这个城市的 最繁华地带 对反正人还是很少的 这就是欧洲 就是人很少 尤其加上疫情的话就更少 平时也差不多是这么多人 只有七八月 九月人是最多的 往年 但是疫情之后就不一样了 现在就没有别的国家的人 大部分是在这里 然后我的老公正在 缓缓地向我们走过来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 几乎经济是属于一个冻住的 然后封锁的阶段 在这期间很多企业和个人 都受到了影响 那这些影响的话 国家都要补贴他们 甚至有的企业直接破产产 个人直接失业 那这期间都要需要国家来保障 他们的基本生活 政府也是负担很重 想要快速恢复经济 15号以后我们就不用戴口罩了 在外出的话 只是在非常逼逼的空间 或者是非常人群聚集的地方 需要戴口罩 现在还有几天就可以摘掉 这个很烦人的口罩了 小狗狗 是不是 小狗狗 好 这边带孩子都是妈妈亲自带 亲自妈妈亲自带孩子 还当心车车哦 小不点 看看有多舒服 笑着日光浴 然后在柳树底下 微微的吹着风 然后在欣赏着喷沉的声音 它太轻易了 这样的日子 然后我的汉堡 然后在吃之前 用酒精消毒一下手 随时随地消毒 消毒好了 我们已经消毒好了 这个地方真的是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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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喜欢这样的树 就是树很多 然后就很悠闲的可以坐在这里 然后就很悠闲的可以坐在这里 没有吗 没有没有 我说我一定在带 可以但是可能会飞走了 可以但是可能会飞走了 而且他的脑袋也要变一下 嗯 我可以给你分享 素材 然后他就会醒来就可以吃 然后这个地下呢 现在都是花瓣 这很浪漫的感觉 因为上面的树 花在掉 然后这边柳树给我们遮阴 对明天如果还天晴的话 我要去沙滩 明天你现在的 那我一定要去沙滩 带上我的小脑袋 好吧那你们经过我的地方 好的 好的 明天我们去沙滩 哎呀 趁现在带娃的日子 我顺便混一下日子 然后而且就是这么等 在那美丽的日子 我要好好享受它 抓住它 其实憋了很久 憋了几个月 憋了七八个月 放纵两三个月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 评论 关注 我是居进 主要是分享波兰当地的生活日常 风土人情 下次见啰